大家好,我是小安 用雪冰腌大蒜,口感脆爽,非常的下饭又好吃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这是准备了5斤的新鲜大蒜 刚从超市买回来的,还挺新鲜的 我们先把大蒜处理一下,把外皮剥下来 留下两层就可以 然后用剪刀把根部脏的部分给它剪掉 尾巴也修剪一下 最后修剪成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修剪好以后把它倒入盆中 再用凉拌开清洗一下 洗好之后控干水分 放到竹帘上面给它晾干水分 控水的时候可以把大蒜的大头朝上,尾巴朝下 这样会控水的比较快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200克的冰糖倒入锅中 再加入200毫升的水 开大火把冰糖熬至融化 熬的时候用铲子挺搅动 让冰糖受热均匀 全部熬化以后给它放凉 全部熬化以后给它放凉 冰糖水放凉后倒入大碗中 再加入200毫升的白醋 再加入200毫升的白醋 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容器 把大蒜放进容器里面 这个容器一定要确保无水无油 这样才能够延长保存时间 然后把调好的冰糖水倒进来 最后再准备一瓶雪碧倒入里面 雪碧的量能没过大蒜就可以 像这样就行了 然后盖上盖子密封起来 放在家里阴凉的地方 密封腌制15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用雪碧腌出来的大蒜 口感非常的脆爽 非常下饭又好吃 口感一点也不会辣心 用来搭配米饭面桃或者馒头 都非常的适合哦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关注我 每天观看更多美食教程 我们明天再见